道场负责血牌位的义工同修 很多时候会激活共同的力量 替受难者祈祷 如果这个方法真有效 为什么佛菩萨不帮助苦难众生效益 佛菩萨不是不帮助 众生业力障碍住佛菩萨的帮助 这个事情从前张家大使教过我 我出学佛的时候 他老人家教我 佛师门中有求必应 可是很多人在佛门当中有求不应 这怎么回事呢 所以老师就说了 为什么不应呢 是因为你本身有业障 一定要忏悔业障 你的业障忏除了 感应就先前了 不是佛菩萨不应 障碍在我们自己本身 而不在佛菩萨那边 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 那怎么样忏悔呢 那我们很多人呢 都拜灿啊 都忏悔啊 还是忏不掉啊 所以张家大使很慈悲 告诉我 那是我刚刚修佛了 我对佛教这些东西 还都认为是迷信的 还都很难接受 他那时候很慈悲地教给我 忏悔不在一世 你们现在拜这个梁黄禅 拜慈悲三昧水禅 拜大悲禅 能不能忏悔掉呢 不一定 怎样才能够忏悔这样呢 后不再绕 我知道我错了 我以后再不犯同样的过失 这叫真正忏悔 那么佛家这个忏悔 我们在想的 就是儒家讲的不二过 过失只有一回 不能有重复 有重复 那哪里是忏悔呢 今天拜灿 明天照干 这个不行啊 这是绝对没有效果的 所以礼仪透彻之后啊 那就明了了 我们搞了几十年 在大经大论呢 把这个道理搞通了 感应的 这个佛菩萨对我们是感应 感应是信的 你比如说 你看江本圣实验那个水 水是矿物啊 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 那我们以爱心对待它 它这个感应洁净就很美 我们很讨厌它 不喜欢它 它那个反应的结晶就非常丑陋 这就是感应的原理 所以我们真正用忏悔心 后不再做了 断我修善了 那给佛菩萨的感应的时候 是决定的 正确 一丝毫 疑惑都没有 只是感应不能现前 我们心里头还有妄想 还有杂念 还有贪嗔痴慢 还有是非人物 还有自私自利 那这个就难了 那这个就感应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感应这种事情 随着我们自己修学的程度 不断向上提升 你修行功夫又得力 换一句话说 就妄想烦恼业障稀奇 越少 感应就越明显 就越显著 这个是义工同修们 很难得了 我也很感慨 在大厂级做义工 热心为大家服务 可是怎么样呢 自己很少听进 很少自己做 修行的功夫 这个修行 不是听进多了 念佛多了 拜佛多了 念咒多了 这叫修行 那是修行的方法 你照这个方法去做 你是不是真修了 问题很多啊 什么叫真修呢 行是我们的行为 行为就太多了 行为就是造作啊 太多了 那么佛把它归纳为三大类 无量无边的生活行为 总不超过这三大类 第一个是身体造的 像沙道银那是身造的 第二呢 口业 望于 脸时 握口 其余 这是这个四大类 口业 你造口业 第三个是念头 我们讲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贪嗔痴慢 这是意义 我们三业 就是身口意 天天干这些 我业 这个就是障碍就多了 这个业障 习气 把所有一切善法 统统遮盖住 道理在此地 忏除业障 就是 后不再做 我现在知道 过去做错了 我从今之后 我一定生 不杀生 不杀生包括 不可以伤害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 因我而生烦恼 这都是说于 杀业 害人 决定 不偷盗 这个不偷盗是 从内心里面 要起一个正念 决定不可以占别人 丝毫的便宜 占人家便宜的这个 念头 道心 你虽然没有道 你这个心 就是已经在道了 你有道心 第三个是 决定不隐喻 在家同修的时候 一定守住 佛的戒律 不协议 你这个家庭多活目 你一家多美好 不妄语 妄语是欺骗别人 现在这个社会 口语实在非常严重 好像很多做生意的朋友 告诉我 不妄语就不能赚钱 那怎么办 他不了解这个道理 赚钱不赚钱 是你命里头有没有 你命里有的 你用欺骗的方法赚到钱了 用不欺骗的方法 还是赚到钱了 那你又何必 造我业呢 这一桩事情 希望同修 把了凡私讯 我常常讲 学佛的人 应当把了凡私讯 念三百遍 你就觉悟了 你就明白了 命里有的 丢都丢不掉 命里没有的 用什么方法都去不来 用不正当手段拿来的时候 还是命里有的 你就做小偷 偷来的都是命里有的 他命里有没有的时候 你就偷 马上被检察抓去了 偷都偷不到啊 抢也抢不到啊 统统是命里有的 你何必造罪业呢 所以这绝对不虚枯 我们以诚实心对人 果然一向用诚实 我相信顾客都愿意找你 你这个人老实 你这个人不骗人 货真价实 都喜欢了照顾你 哪里会不能做生意 所以像这些道理 我们要参透 我们就放心了 一生不欺骗别人 诚诚恳恳 绝不调拨是非 佛教我们 圣人教我们 隐悟养善 别人有过失 与我们不相干 倔口不要提 不但不要提 不能把别人的过失 放在自己心里头 那你就错了 学佛 大小成教 闲教密教 经论上都常讲 修什么 修清净心 特别是修净土 心进则佛土进 怎样能往生呢 心清净才能往生 心不清净 修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有人说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见了阿弥陀佛了 他马上就回来了 你想不相信 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方 时差很大了 不要说别的了 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记载看到的 无助 天清 狮子觉 三兄弟 都很了不起 三个人呢 都是修 法相为实 求生 迷了净土 三兄弟 悦得很好 哪个人先去了之后 到了西方 到了这个迷了净土 要回来报个信 狮子觉 先往生 去了之后 没消息了 没消息了 然后 无助菩萨 往生了 生了之后 三年 才回来报信 天清菩萨就奇怪了 他说 我们又好了 去马上就来报信 你怎么三年了 四子觉告诉我 斗帅天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我一去 马上就回来 世间三年了 你现在刚才不是 他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三年不是到那去 打个转 马上就回来报信 他就问了 那四子觉呢 他说四子觉没有进内院 在外院呢 被那些天女迷了 他已经堕落了 这个是佛经上记载的 时差不一样 到西方极乐世界打个转 那个时差更大了 那他见到的到底是什么境界呢 我们相信是个好境界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变现的净土 那不是真的 变现净土是让你生起信心 你见到阿弥陀佛 引化身 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当年 在我们世间现身一样 是变化图里面的化身 让我们生起信心 给我们安慰 让我们继续努力 知道这个法门是真的 知道这个法门是可以成功的 一生当中可以成功的 这是佛菩萨的善巧方便 我们不能不知道 真正往生净土 往生的时候那一念 先决定清净 待业往生 待业往生 你的业障习气并没有断 扶住了 就是在往生那一刹那的时候 控制住了 绝不起现行 这样才能走吧 那个分别执着一动才动 马上就堕落了 去不了了 所以我们念佛 平常就要练功 练什么功呢 练如如不动 圣经里面 学不生贪爱 没有留念 逆境里头不生成灰 平常处事待人 要一团活目 决定不要给人借缘仇 你看大臣教里面 佛长讲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这个要记住 处处要让别人生欢喜 我们自己就欢喜了 长生欢喜 我们不给别人欢喜 别人也不会叫我们欢喜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人间如是 九发界也然 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 知道怎样消业者 发现自己的毛病 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很多次 这叫开悟了 觉悟了 觉悟什么 知道自己毛病 觉悟之后要修行 修行 把我这个毛病改掉 改掉叫做修行 天天念佛 拜餐改不掉 你没有修行 你的修行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个道理要懂